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7月18日7点30分 俄罗斯侵略军在克里米纳到库埔扬斯克一线 发动的七路进攻均被英勇的乌克兰军队击败了 古中国的孙子说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将不在勇而在于谋 俄罗斯侵略军前天发动七路进攻失败 说明俄军的实力和进攻能力确实已是强弩之末 乌国防部副部长汉纳发表声明说 敌军在库埔扬斯克方向发动的多路进攻已经失败 目前 乌军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这才打了两三日 俄罗斯十万大军和900辆坦克已经爬窝了 其实 俄军根本不敢打 因为乌克兰总参部早在乌东战区 预备有30个主战旅 至今尚未启用 再看巴格木特战场 乌克兰军队仍然对城内敌人展开有序的推进 北义乌军呈防守态势 南义乌军呈进攻态势 北义的俄军试图夺回丢失的阵地 被乌克兰军队击败了 而俄军违反了国际法丧失人性底线 使用毒气弹袭击乌军 大俄侵略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毒气弹 并不是第一次了 7月5日曾有过一次 已经被联合国人权组织取证 真是奇怪啊 往日那些正义人士呢 俄乌开战以来 大俄侵略者炸毁乌克兰多少发电厂和住宅小区 炸毁多少庄稼已经成熟的良田 还有医院 炸死多少乌辜的乌克兰妇女儿童 正义人士看不见 俄罗斯侵略者苟急跳墙 违反国际法屡次使用毒气弹 急速炸弹 威压弹 白领弹袭击乌军战士和乌克兰乌辜平民 正义人士也看不见 而美国援助乌克兰急速炸弹 帮助乌克兰人民抗战 正义人士偏偏就看见了 不断的谴责美国和乌军 这么快就忘了 美国曾经大力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扣 也曾大力帮助前苏联人民抗击德扣 中国有句俗话说 良心坏了眼睛也瞎了吗 你们这样有选择的抗议执行双标 是你们家在克里姆林宫有亲戒 还是以为乌克兰人好说话好欺负 告诉你吧 乌克兰人抗击侵略者 一点都不好说话 更不好欺负 当年打进柏林彻底消灭德扣的前苏联红军 正是英勇善战的乌克兰兵团 说前俄是战斗民族 其实是指乌克兰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所谓的正义人士好像从来不会清楚 只有对侵略者实施对等打击 让侵略者感受到切腹之痛 才能治好侵略者总想抢占邻国土地的毛病 所以还要再说说克里米亚大桥 克里米亚大桥是俄罗斯侵略军 用来输送部队和战争物资的主要运输线 而保驾为国抵抗侵略的乌韩军队 炸毁他一点都不违反国际法 怎么又成恐怖主义了 如上所言 五百多天来 俄罗斯侵略军在乌韩的国土上 犯下了妥妥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 怎么没见如上一个正义人士 谴责俄军是恐怖主义呢 再说克里米亚是乌韩领土 俄罗斯怎能把大桥修建在别人的国土上 修桥的时候 乌韩同意了吗 如果人家没同意 就是妥妥的伪剑呢 炸了活该 乌军无人舰轰炸克里米亚大桥 普京弃炸 立即挤挤了十万俄军报复 除了发射导弹 无人机到奥德萨等城市轰炸 近日 普京出动十万的俄军 九百多辆坦克 攻打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 恐怕普京要中计了 乌军从6月4日发起的反攻 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 那么如秋风扫落叶一般 是因为 不管是扎布罗热 顿尼茨克 卢干斯克 还是赫尔松附近地区 单单地雷 俄军就布施了几十万颗 俄军虽然不能打 但是固守还是可以的 乌军每攻打一个地方 首先做的就是扫雷 所以 目前才打下了约200平方公里 为此 乌军要想方设法 引诱俄军离开防线 出来作战 而俄军如今主动从防守堡垒 变成灰军进攻哈尔科夫 这正中乌军下怀 去年2月 俄军进攻基辅和哈尔科夫 俄最精锐的散兵旅空降在哈尔科夫郊区 被乌军全歼 乌军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就是要激怒普京 走出战壕 出来应战 进入乌军火箭弹和神剑炮弹的范围 这才是人间正理 而不是所谓正义人士戴着有色眼镜 扛着双标原则 去评价一场反人类的侵略战争 这并非说空话 乌军总司令扎瑞内将军早已明确表态 乌克兰不但要收回克里米亚和所有的丢失领土 还要把克里米亚大约1万名 与侵略者苟且的乌坚送上法庭 克里米亚这1万名卖国的乌坚 已经被乌克兰相关部门列入名单 并且还要把大约60万到80万在克里米亚享受的大额权贵 即非法入侵者全部驱逐出境 乌克兰军情总局发言人尤索夫 竟用军情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话说 克里米亚大桥是一座违法的建筑 建造之时并未获得乌克兰当局的批准许可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所以它必须被摧毁 接日乌军总参部又宣告说 克里米亚已经成为了战区 既然是战区 乌军炸毁一座 为侵略军输送战争物资的大桥有何不可 无论放在哪个国家都必须炸毁 何况克里米亚大桥又是侵略者建造的非法伪装建筑 在别人的国土建造大桥 并且还用于侵略战争 诈毁它不但不是恐怖主义 而是完全合法的正义行动 再看援助与制裁方面的消息 一、欧盟委员会主席乌斯拉冯德莱 7月18日表示 在黑海粮食协议破裂后 欧盟将继续帮助乌克兰通过团结通道出口农产品 与此同时 克罗地亚外交部国务秘书弗朗诺马图西齐称 克罗地亚将提供其在亚德里亚海的铁路网络和港口 通过替代路线运输乌克兰粮食 二、立陶宛国防部7月18日宣布 立陶宛正在组建一个联盟 协助乌克兰开展排列工作 三、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国防部长 7月18日在联合声明中宣布 三国将很快向乌克兰提供翻新的M13装甲车 三国国防部长昨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报告了这一消息 并说通过这次捐赠 我们表明我们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四、第14次拉姆斯泰因会议当地时间7月18日召开 会议上讨论的弹药、F16训练、反攻进展的情况 五、美防长奥斯丁告诉记者 领导F16训练联盟的国家丹麦和荷兰 正在为乌克兰飞行员制定训练计划 六、路透社7月18日报道称 美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将乌克兰提供价值13亿美元新军援 该军援礼包将包括美制防空系统和澳大利亚制造的反无人机系统 安全包将包括吸取轨、防空系统和其他反无人机系统 雷达、传感器和分析系统 以及自杀式无人机和其他弹药 七、据金融时报7月18日报道 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正试图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促成一项协议 将被绑架并强行驱入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遣返 八、欧洲议会7月18日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白俄罗斯老卢发出逮捕令 欧盟立法机构强调老卢的政府对针对乌克兰犯下的罪行负有责任 特别是对驱逐乌克兰儿童负有责任 就刚刚传言消息南非宣布硬汉不去参加金砖峰会了 由老拉带齐附会 看来精子是真的害怕被海牙逮捕 不过这老东西西命已经人尽皆知了 大雄就不赘述了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